大家好 欢迎收看亚洲变化 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 国务院总理五个人选 人大常委会会决定 李强和陈明尔的去向 昨天跟大家重点谈了 李克强 汪洋 王沪宁 三人都是1955年生 按照七上八下 都可以留任 但中共二十大是一次 充满悬念的大会 本身就是中共历史上一次 打破惯例的党代会 除了总书记习近平 将打破过去20年的惯例 迈入第三个任期 以及是否连任国家主席 备受关注外 一般更将焦点 放在总理这一个职务上 当然二十大并非决定总理 但在政治局 尤其是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排名 可以看出谁会接替李克强 担任总理的职位 而由此产生的各种排列组合 更是决定二十大以后的人事安排 以及可能的政策走向 从目前看来 未来的中国国务院总理一职 如果不报冷的话 大概率是以下五个人选中产生 第一个是汪洋 他属于团派改开的形象鲜明 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 曾经是广东省委书记 他是现任政协主席 按照七上八下的惯例 他可以继续留任 而担任过副总理 以及政协主席的资历 更让他有资格接替总理 但是在中共的历史上 并没有政协主席转任总理的先例 因此如果汪洋担任总理 将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例子 汪洋曾经负责中美的贸易谈判 他的夫妻论发言 曾经受到批评 但他在西方的形象比较好 如果担任总理 可能有助于中国未来 继续扩大改革开放 另外由于担任政协主席 他对台湾香港和少数民族聚集区 等议题都不陌生 第二个是韩正 韩正目前也是政治局常委 并且担任第一副总理一职 他的政治生涯集中在上海 被归类为上海帮的成员 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 韩正是市长 两人有相当的合作关系 韩正同时被视为和团派 有一定的联系 他被视为比较多元 如果他担任总理 藏三角的经济 在未来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另外他对两岸问题也不陌生 相貌堂堂的他被台湾政坛 夸奖为大帅哥 韩正的弱点在于今年已经68岁了 已经到达了退的年龄 另外政坛生涯集中在上海 和其他可能的总理人选相比 可能比较单一 不过在最近的历史上 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朱镕基 朱镕基其实也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惯例 十五大使以69岁去任政治局常委 并在隔年两会接任国务院总理 不过当时朱镕基有这种外在的这种形象 被称为铁血宰相 而且他被邓小平的元老清典 说是他懂经济 韩正在这一点上面 没有朱镕基的个性那么鲜明 另外外传韩正在前一阵子上海封城的时候 对于乱象不满 上海的老长官对现任的书记李强不满意 这可能会影响习近平之江新军的人事布局 第三是胡春华 他目前已经担任了两届政治局委员 年龄也最轻 今年才59岁 也是国务院副总理 胡春华在二十大一直被看好物常 但是是否接任总理 一直有不同的信息传出 胡春华他的优点在于 他在地方的历练多 曾经在西藏 河北 内蒙古 以及广东任职 更有共青团第一书记的历练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 多次提拔他 总理李克强任内也调他入京 本来按照惯例 他是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加上他已经担任副总理有一些时间 如果按照七上八下原则和副总理才能接任总理的惯例 他目前是接任总理的当然人选 不过胡春华的团派色彩 以及曾经和孙政才一起成为储君 又变成他的弱点 外界认为他和习近平的关系 不像枝江新军的李强 陈明尔这样密切 甚至有日本媒体分析 胡春华如果担任总理 会对习近平在权力上客观上造成制衡 另外最近也传出来 这个胡春华他原来的大秘 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也是有点不利的因素 第四个是李强 他目前是上海市委书记 也是政治局委员 李强不讲不仅是枝江新军的药员 更是曾经担任江苏浙江的省委书记 有些中共研究专家称他为华东王 最重要的是他被视为是习近平的亲信 如果担任总理 他能更好地贯彻习近平的意志 另外他在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的经历 也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帮助 特别是在扩大吸引外资以及发展中小企业上 上海江苏尤其是浙江的经验 可以在中国推广 但李强最大的弱点在于受到疫情重击 上海因为两个多月的封城打击了他的声望 如果习近平要提升李强 势必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第五是陈明尔陈明尔目前是重庆市委书记 同时也是政治局委员 陈明尔同样被视为是浙江新军的重要成员 在贵州和重庆担任一把手 特别是重庆 由于重庆先后出现 薄熙来 孙政才被罢黜 陈明尔临为受命接替 扫除政治余读 也显示目前高层对他的器重 如果考虑到张德江以副总理的身份 临为受命接重庆市委书记 而后担任人大委员长的前例 陈明尔未来的安排绝对是正国级 不过陈明尔同李强一样 浙江新军的标签相当重 也未曾在国务院任职 因此如果担任总理一职 可能还需要一阵磨合期 好了 那么很多人可能认为 按照以前国务院总理 都必然由副总理产生的惯例 李强和陈明尔希望都不大 这样的说法对也不对 按照中共现有的体制 也没有明文规定 总理一定要由副总理产生 只是从李鹏朱镕基 到温家宝和李克强 都是先担任了副总理后 才接任总理 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伏笔 我们也能很快的看到 李强和陈明尔 是否会在近期赴金 原由就在于2021年3月 闭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 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法案 就是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 这个修正草案 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免权 包括可任免国务院副总理 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这不仅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限 也简化了最高决策层任免包括副总理 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纲位的程序 而人大常委会一般都是两个月 大概两个月举行一次 第36次的会议即将在8月30号到9月2日 在北京举行 根据人大组织法 人大常委会有权利任免国务院副总理 也就是说李强和陈敏尔如果要担任总理 在这次人大常委会就必定要被任命为副总理 在经过大约半年的副总理历练以后 在明年的三月的两会上 再被确认为总理一职 这也就是说最迟在9月初 中国国务院总理一职 谁来接任渴望更加明朗 如果李强陈敏尔入京 也意味着上海和重庆书记等地方大员 也就是政治局委员的级别 这个名单也渴望进一步的明朗 另外当然也不可忽视 人大常委会有权任命中央军委副主席 或许备受看好的现任中央军委成员 苗华张声明会被确认 接任军委副主席 所以说二十大充满了变数 有打破惯例的一面 更有联动的一面 这也是中共二十大扣人心弦的一面 不到最后关头 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好了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